大眾十守八冠再見 阿彌陀佛 接下來請收看生前演習會 阿彌陀佛 這位菩薩大家好阿彌陀佛 今天很感恩 住持和尚唱從夏慈師父 給予墨學等會這個姻緣 來跟大家共同研習 大師志菩薩念佛原通章 這篇禁文不長只有244個字 首先我們先來翻開 今天所發的講義 第七頁 第七頁是陰光大師的墨寶 我們先來恭頌這篇禁文 能言經 大師志菩薩念佛原通章 大師志法王子與其同倫五十二菩薩 極重做起 極重做起 頂禮佛主 而白佛言 我亦往昔 橫河沙解 有佛出世 明無亮光 明無亮光 十二如來相繼一節 其最後佛 明朝日月光 彼佛教我 念佛三昧 彼佛祝 譬如有人 一尊唯一 一人尊妄 如是惡人 若逢不逢 或見非見 惡人相亦 惡意念生 如是乃至 從生至生 同於形影 不相觀意 十方如來 敏念眾生 如母义子 若子逃世 雖亦何為 若亦母 如母义始 母子立身 不相為緣 若眾生心 亦否也佛 現前當 必定見佛 去佛不遠 不假方便 智德心開 如懶相忍 身有相欽 此責明相望 莊嚴 我本因地 以念佛心 入無聲人 今於此見 色念佛人 歸於淨土 佛本 原通 我無選擇 獨色六根 敬念相近 得三摩地 思為第一 好 此篇經文是淨土五經之一 相信大家都知道 淨土五經有哪一些 分別就是 阿彌陀經 無量壽經 觀無量壽經 還有普賢行願品 以及大師誌念佛原通章 印光大師唯一淨土中的 第十三代祖師 他老人家一生 非常注重弘揚 大師至菩薩念佛原通章 在淨土的經典裡面 阿彌陀經 有提到 持民念佛 若一日至七日 念佛能夠得到一心不亂 但是 在裡面 並沒有詳細的說明 念佛的方法 而在無量壽經裡面 也只有提到 念佛的好處 在本章 世至念佛原通章裡面 對於持民念佛 有相當完整的開示 首先 我們來看 在演習會當中的講義 第六十一頁 那 霍玄依照了 這個 敬全老法師的那個 講義 分別把它 標示出科判 讓大家很明白的 看得出 它的重點 也很容易明白 經裡面的內容 接下來 我們 先看 假 略是提議 能言經大師至念佛原通章 這篇經文 它是出自於 能言經的第五卷末 它的內容是敘述 佛陀 問弟子們 是如何 證得 原通的 當時有二十五位菩薩 阿羅漢 起身頂禮佛陀 各自述說 自己所證 原通的因緣 其中 大師至菩薩 是排列第二十四 以根大證得 原通 這二十五 原通 也就是 眼耳鼻舌生意五根 還有色身香味促法六成 還有眼耳鼻舌生意六四 以及七大地水火封空根四 這十八戒加七大稱為二十五法 所以二十五原通就是五根 還有六成六四七大加起來為二十五原通 而大師至菩薩 就是以根大證得原通的 接下來我們進入經文 一 經家敘以 經家敘以是指 結集經典之人敘述請法的威夷 我們來看經文 大師至法王子與其同倫五十二菩薩 即從做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 我們先來解釋大師至這個菩薩的名稱 在我們得寧念佛寺大雄寶殿當中有西方三聖 中間為阿彌陀佛 左邊為觀世音菩薩 右邊為大師至菩薩 觀世音菩薩 他的頭上是頂著阿彌陀佛 而大師至菩薩他頭頂上是頂著寶瓶 那我們根據呢 這個經權老法師講義裡面呢 我們分為三大部分來解釋大師至菩薩 第一個是行時 第二個是坐時 第三個是舉身光明時 在行時的時候 我們來看觀無量術佛經裡面 他講到大師至菩薩是 此菩薩行時十方世界一切震動 四一經裡面提到 舉主之處震動三千大千世界 及魔宮殿故名大師至 大師至菩薩舉主所到之處 三千大千世界及魔王宮殿都會震動 因此名為大師至 坐時 觀無量受佛經云 此菩薩坐時七寶國土一時震動 這位菩薩不僅在行走時十方震動 臉安坐的時候 極樂世界的七寶大地也都震動了 這顯示菩薩的威德神力不可思議 這是大勢力的表征 亦指菩薩的大勢力能護持正法 再來我們來看舉身光明時 在佛七大迴向當中 我們有鼎禮西方三聖 在裡面有一尊菩薩的名稱 就叫做無邊光至深 這就是指大勢至菩薩 無邊光它是出自於 觀無量受精 今云但見此菩薩一毛孔光 即見十方無量諸佛 靜妙光明 是故好此菩薩明無邊光 以智慧光普照一切 令離三土得無上力 是故好此菩薩明大勢智 大勢智菩薩以智慧光明普照世間 眾生有緣得光照處能離三土之苦 得無上道力所以叫做無邊光 舉身光明是智慧的表真 以及菩薩大智慧光 以上呢是來解釋大勢智菩薩 接著我們來解釋法王子 法王子是菩薩的通稱 一般世間王子就是要繼承 國王的王位 法王子就是繼承佛陀的王位 佛陀是世尊 佛陀為法王 為什麼叫做法王 在法王經裡面有提到 佛為法王與法自在 因為佛與法自在 所以稱為法王 菩薩將來賀丹如來加也 所以稱為法王子 我們都知道極樂世界的阿彌陀佛 將來會入滅 那接著就是由觀音菩薩 來補佛位度化眾生 當觀音菩薩入滅之後 就是由大師之菩薩補佛位 示現成佛來繼續度化眾生 所以大師之菩薩可以稱為法王子 與其同仁 一指一起修學的同伴 在這裡我們要解釋五十二菩薩 根據《能言經》裡面所說 菩薩的五十二階位 所以五十二菩薩並不是指五十二位菩薩 而是指五十二階位的菩薩 接下來我們來解釋 而白佛言這個白是以下對上 我們稱為白 那由上對下講話就稱為告 所以此句的意思就是 大師之菩薩率領同行的菩薩 即從做起頂禮佛主 而向釋迦牟尼佛秉白 接下來下段是大師之菩薩 得到緣通的因緣 一 成白古佛受法 我亦往昔 橫河沙劫 有佛出世 明無亮光 十二如來相繼一劫 其最後佛明超日月光 彼佛叫我念佛三昧 這個我 是指大師之菩薩自我的稱呼 而我們現在來解釋解 解 我們這裡是指時間的意思 在佛陀講經說法裡面 佛陀常常舉出橫河沙來作為比喻 因為橫河沙裡面的沙呢 又多又細 一沙比喻為一劫 所以此劫呢 就如同橫河沙這麼多 也就是無量劫的意思 非常久遠 那此段經文他的解釋就是 大事至菩薩回憶過去 如橫河沙 述那麼多劫以前 有佛出世 明無亮光 有一尊佛出世 明叫做無亮光佛 接下來十二如來相繼一劫 其最後佛 明超日月光 這裡我們看到這個原文 我們就可以了解 在這一劫 這一大劫當中 有十二佛相繼出世來度化眾生 這十二佛的名稱是什麼呢 一般祖師大德都是根據 《無量壽經》裡面是這麼解釋的 它是阿彌陀佛的別號 分別就是 無量光佛 無邊光佛 無愛光佛 無對光佛 嚴王光佛 清淨光佛 歡喜光佛 智慧光佛 不斷光佛 南思光佛 無稱光佛 超日月光佛 這十二尊佛的名號 這都是阿彌陀佛的別號 其最後佛名超日月光 這十二尊如來 最後一尊佛就叫做超日月光佛 彼佛教我念佛三昧 這個彼佛呢 就是指超無量光佛 這個無量光佛教導大四智菩薩 修習念佛三昧 我們再來先了解一下念佛三昧 念佛三昧呢 它有四種分法 第一個是稱名念佛 也就是我們一心稱念佛的名號 第二個是觀相念佛 觀相念佛就是指我們眼睛注視著佛像 觀相佛像的念佛的方法 第三個方法呢 就是觀相念佛 也就是觀佛的向好 第四個是實相念佛 也就是念自信佛 這是最高的境界 再來是 我們了解一下三昧 三昧呢 它是泛語印度話 有鎮定的意思 它有別於外道的協定 以上呢 它是講說 大四智菩薩 大四智菩薩 它是如何修習念佛法門的因緣 接下來呢 就是用比喻的方式來說明念佛的方法 佛呢 它常常用比喻的方式來講經 這是為了要讓眾生容易了解佛法的義理 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得到那個標題有寫 二人相逸欲跟母子相逸欲 譬如有人一裝唯意一人裝妄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見非見 二人相逸惡意念生如至乃至從生至生同於心隱不相乖意 這一段呢 的譬喻呢 它含喻著感應道教的原理 譬如 世間上有兩個人 這兩個人的生命體在整個法界當中 他們相互關係 這從兩方面來說 一裝唯意一人裝妄 某甲他內心很專心的意念著某乙 然後但是呢 某乙呢 他對於某甲呢 就是全然的妄失 他心中根本沒有意念某甲 也就是他心中根本沒有假的存在 這樣子呢 如是二人 兩人在生命當中互動的結果 若逢不逢或見非見 即使生命當中 他們兩個剛好伸展在同一個世界 或是重男的相逢 他們聽到對方的名字 也沒有感覺 跟進一步來說的話 兩個人呢 縱使互相有所見聞 也如同不見 這也就是說 他們沒有互相意念 只是單方面的意念 這樣的相逢 這樣的相見 是沒有辦法產生作用的 這可以說示諾無獨 當面錯過 這是第一種情況 另外一種情況呢 他是比喻說這兩個人的關係 惡意 惡人相逢 惡意念生 他們兩個人彼此之間呢 某甲意念某乙 某乙呢 也長時間的意念某甲 因為呢 因為呢 這個慢慢 意念的功力呢 非常的深厚 使著他們兩個人呢 從生命當中 一生乃至多生 他們猶如形和影子 一般都不會分開 這個時候就是說 生命 是一個存在的現象 除了你的夜歷以外呢 我們講到作用 前面我們講到體性 有真有望 他們兩個如果說 互相的作用的話 就可以產生起意念 我們說過去現在未來 假設說你現在的生命當中 你為什麼某個人 會在一起 會生存在同一個道場 就是我們過去生 有互相意念 所以你現在看到你旁邊的菩薩 你要生起那種 法俗眷俗之心 要特別的照顧 因為呢 這是我們互相 過去生有在道場裡面 以法相會 所以今天也會在道場裡面 互相的學習 我們因為前生 對於某個人某件事 還有某個特定的事情 意念 所以我們今生呢 這個因緣出現了 在因緣所生法當中呢 這個意念就佔著很重要的角色 比如說我們過去生命當中 有很多菩薩出世 雖然佛出世 但是我們沒有跟佛菩薩 互相的意念在一起的話 我們呢就沒有辦法 與菩薩感應道交 由現在的果報 我們可以看出前世的業力所致 那未來的果報呢 就是由今生而來的 所以其實我們的業力 只是呢 說穿了 就是我們 在心中的意念 早一點出現 業力本身它就沒有方向性 它只是一種質量 真正引導我們去 像實法界的力量 就是你心中的意念 所以我們常常要醒察 我們的心 它是意念在哪一個法界當中 這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來三 母子相亦欲 師方如來 敏念眾生 如母亦子 若子陶氏 雖亦何為 子若亦母 如母亦始 母子立身 不相為緣 我們再舉 念佛法門修法的批喻 這段道理和前面兩人相亦的道理是一樣的 但是母子相亦比兩人相亦的比喻更為肯切 我們能夠更體會佛他的大慈大悲 我們從這段經文當中 我們可以知道佛心中的想法是什麼 他的想法就是 敏念眾生如母亦子 事實上佛的明了清淨心 他也產生了一種作用 他不斷地以他的大慈悲願力 來敏念一切苦惱的眾生 就像母親 他在家裡意念著外面流浪的兒子一樣 這個時候 這個地方的意思就是 佛的清淨法身 事實上是奢侈無量無邊的本願功德 這個本願功德不斷地施放出訊息 等待我們與他感應到交 他是沒有停止的 就像母親意念兒子一樣 他是沒有停止的 佛呢 他是清淨法身 他本身有相當大的本願功德 在他的世界放光 等待我們去感應到交 但是呢我們眾生就發生兩種情況 佛是不變的 他是不斷地意念我們 但是我們有兩種情況 第一種呢是懦子逃世 隨意何為 身為一個凡夫眾生呢 假設佛釋放著意念的訊息 但是我們沒有釋放相對的意念 就很像兒子他離家出走 不再想念他的母親 這個母親就只是單方面的意念 自然就沒有辦法感應到交 也就是說雖然佛的法身 他因為願力而加持我們 你意念了佛的名號 就可以不墮善惡道 但是呢我們放棄了這個機會 所以呢也沒有辦法說 讓佛救拔我們 第二種呢 子若義母如母義使 母子立身不相為緣 假設呢身為一個兒子 他能夠意念在家的母親 就如同母親他想念兒子一般 那這樣子他們母子的關係 就會漸漸的靠近 這兩種譬喻呢非常的明瞭 也就是說明呢佛跟眾生呢 如果互相意念的話 就能感應到交 那我們現在我們來檢視我們的心 是不是跟佛呢 有互相的意念 再來是正法顯身意 前面是舉兩種譬喻 接下來這段文就是 以此明正法 由譬喻而會解正法 由正法而聲達正義 諾眾生心意佛念佛 現前當來必定見佛 我們的心呢 如果意佛念佛呢 當下這一念心呢 不念過去 不念未來 這一念就是念佛 那我們呢 必定呢 當來必定見佛 憨山大師他有說到 口念彌陀心散亂 喊破喉嚨也突然 如果我們口念佛心打著妄想 就像雨在喝水一樣 他嘴巴動個沒停 但是一滴水也沒有下肚 為什麼 因為他的水從他旁邊的塞 兩塞裡面流出來 得不到利益 所以念佛是重在心念 而不是只有口而已 他是心口一定要合一 現前當來必定見佛 佛法講因果 現在念佛將來必定見佛 這是因果相義不變的道理 這個見佛呢 有兩種情況 一種是現身見佛 一種是來生見佛 現身見佛有三種可能 第一個是夢中 第二個是定中 第三個是靈中 這三種見佛 我們來看那個夢中 他的出處是法華經 若無夢中見諸如來 我們如果是在今生見佛 絕大部分 大部分都是在夢中 除非你成就禪定的功夫 在知良位的菩薩 易佛念佛 能夠見佛的 絕大部分 大部分都是在夢中 我們來講一個見佛的公案 在念佛感應見文錄裡面 有講到一位那個居士 就是李水井居士 這個李水井居士呢 他在年輕的時候 就受了菩薩戒 非常虔誠的念佛 念到八十歲 但是到最後他得了肝癌 這個時候 他要治病 找遍所有的醫生 醫生都覺得沒有辦法了 應該要回去 處理他的後事 不過呢 這個李水井居士呢 他並沒有因此而放棄 他的修行的意念非常的強 雖然他得到肝癌了 但是他每天還是一樣 忍痛起來做早晚課 拜佛念佛 有一天他早課起來拜佛的時候 他實在痛得不得了 體力不足了 就往普團上面拜下去 睡著了 睡著以後呢 他就夢見 阿彌陀佛獻三十二項 放大光明 阿彌陀佛對他說 你不用緊張 你不用緊張 醫生沒辦法開刀 晚上我來幫你開刀 這時候李水井居士醒來過後 就知道這件事 第二天晚上他睡覺的時候 真的 果真阿彌陀佛就來為他開刀 他的子孫就睡在旁邊的療房 還聽到那個剪刀的聲音 原來是阿彌陀佛親自用剪刀 把他的身體剪開 拿出很多黑色的血 從那次睡醒之後 他的身體就慢慢好轉了 一個月後再去檢查 他的癌細胞就完全康復 這是怎麼回事 這就是夢中見佛 所以我們沒有成就禪定功夫的人 絕大部分都是在夢中見佛 再來我們來了解定中 大基金裡面有講到 日七七日現身見佛 這個現身見佛呢 是比較困難的 這是要在定中才能見佛 有一位淨土的出主 會員大師 在一生當中 他因為修行的功德 而三次在定中見佛 見到第三次的時候 他看見阿彌陀佛現在虛空當中 阿彌陀佛跟他開示說 你知道你的時間到了 應該要準備辦後事了 所以呢 這個是在定中見佛 第三種呢 是臨中見佛 臨中見佛在彌陀要解裡面 有提到阿彌陀與諸聖眾現在提前 我們從念佛的角度 當然是重點在臨中的接引 也就是阿彌陀佛與諸聖眾 一起來接引我們 因為我們平常不斷地 意佛念佛 臨中的時候 阿彌陀佛以及諸聖眾呢 現身呢 他會對我們開示味道 用他們的光明來射受 使我們保持正念 講到這個見佛 你就必須不斷地去意念佛陀 觀想佛陀 他的功德在現身當中 有夢中見佛 定中見佛 臨中見佛 在這個地方有一個觀念要說明 意佛念佛是真實 但是呢我們在做早晚課當中 念佛的時候 就可不能東張西望 這樣子看看真的佛頭會現前嗎 我們如果說我們念佛的時候 時時刻刻想說 我要見佛 我要見佛 這是一個很不當的一個觀念 他最主要呢感應道教的重點呢 就是不能向外求 一定是要往內心求 不可以有這個攀緣心 所以這個能言經 他的能言三昧呢 最主要就是對峙我們的攀緣心 印光大師說 念佛的重點 只問耕耘 不問收穫 水到渠成 所以你念佛念得自自然然的時候 他自然佛菩薩就會跟我們感應道教 這是我們要抓住的一個念佛的重點 接下來不假方便自得心開 自得心開有兩種情況 第一種是現前心開 什麼叫做心開 就是我們多生結來的業障 這個業呢就像烏雲一樣把我們葬住了 葬住以後你不斷的意念佛陀的功德 佛陀呢 他是一個大光明的法界 他能夠把這個烏雲業障呢破壞 不云見日 讓我們能夠豁然心開 這是講到那個消除業障的部分 消除業障的相貌 比如說我們曾經長時間的拜佛拜慘 我們就會有感受到這種感覺 在拜佛之前我們的心是出眾的 紛亂的 安頓的 經過一段時間拜佛之後呢 我們的心就會感到安住清安 特別的明瞭 我們知道在道場裡面有很多老菩薩 他沒有學過字 不會寫字 但是他每天不斷的念佛 與佛感應道交 就能夠在那個龍泉寺 把一部很長的地藏經都可以背送起來 就住在那裡跟著我們一起送 不像呢 我們的心是暗頓的 他把業障打開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豁然開朗 再來我們解釋另外一種 剛剛是現前新開 我們接下來是當來新開 當來新開呢 是指說 一佛念佛的時候 得到佛陀的加持 消除業障 但心中的所得性仍然在 我們到了淨土以後呢 能夠聽聞大聖的佛法 這時候我們的心就豁然開朗 能夠把我職法職消滅了 清淨心就現前 這時就能夠轉凡成聖 所以呢 不假方便自得心開 這就是讓我們可以知道說 可以受益的部分 接下來也是一個譬喻 他是在講說 義佛念佛的時候呢 可以得到見佛的這種情況來說 如懶香人生有香氣 一個做香的人 本來我們的色身沒有香氣 是臭惠的色身 但是你不斷的跟香在一起 每天呢 這個香呢 熏修我們的色身 我們身上呢 就會 如入自然之世 生懶香氣 怎麼洗都洗不掉 因為這個香氣呢 已經跟你的色身融為一體了 這個叫做香光莊嚴 這個香古德 它解釋為佛的功德 光是佛陀的光明功德 只要你不斷的義佛念佛 就能夠得到佛的本願功德 射受你的內心 讓你的心不顛倒 而保持正念 由佛陀的光明加持 來射受我們的色身 使我們遠離這些 種種的業障遮障 這種香光來莊嚴我們的色心 就是義佛念佛的好處 憨三大師有提到這個意念的問題 我們做一個說明 憨三大師說 我們心中的意念 其實就是通食法界的 為什麼一個人會去三惡道 說一個人會到三惡道的總相 就是因為我們不斷的意念十惡法 十惡法是什麼 就是殺到淫妄貪稱之 如果我們用上品的心來意念 上品的十惡 那你的心力特別強的時候 這件事我非做不可 這個惡法我非做不可 特別是惡劣的惡法 那就會墮落地獄 如果我們用中可的心 中品的十惡 那我們就會墮落惡鬼道法界 那如果是用緩和的心 我們就會墮落畜生的法界 這個三惡道其實是由我們意念而起的 如果說我們現在意念是五戒十善的話 我們整天都是想著五戒十善的這個法用 用五戒十善來不斷的引導我們自己 那我們來生一定是人天法界 如果意念六度那就是菩薩的法界 如果意念四地就是生文的法界 如果意念十二因緣就是圓絕的法界 那如果我們意念佛呢 當然就是與佛感應 所以我們這個算盤要算好 所以我們不要丟失了這個機會 我們這一念心只要移動 其實就是一種意念 如果我們不是意念三惡道就是意念人天 不是意念人天就是意念二乘 不然就是意念菩薩 憨善大師他說道 如果從成佛的角度 意佛念佛最直接了當了 我們凡夫不可能沒有念頭 如果你說我現在開始都不要意念 一個念頭都不要動 只要有動就是有意念了 所以這個地方講 意佛念佛就和我們 就是我們如何把我們的意念的力量慢慢集中 導向你所意念的方向那邊過去 以上是大師至菩薩像素 超日月光如來交大師至菩薩念佛三昧的情形 接下來就是說因地依法修行所得到的利益 再說佛設化眾生的經過 三解釋因緣 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無聲忍 經於此界設念佛人歸於淨土 佛問元通我無選擇都設六根經念相繼 得三摩地思為第一 大師至菩薩回應他過去的修行 我本因地 我在凡夫的時候 在橫河沙節遇到超日月光佛 彼佛教我念佛三昧 他最初是依止這個意佛念佛的因地 而成就無聲法忍 什麼是無聲法忍 無聲就是真理的意思 也就是法身歸命 破無名正法身 這個就是無聲法忍 正就是正路的意思 經於此界設念佛人歸於淨土 此界是指沙婆世界 射受皆引念佛人歸於極樂淨土 這個淨土就是指極樂世界 佛問原通我無選擇 都設六根經念相繼 得三摩地思為第一 這個六根就是指眼根耳根鼻根蛇根 身根深根一根 都設六根經念相繼 這是始章念佛的宗旨 佛陀問我成就念佛的法門 是如何誤入的 該怎麼以我們念念 像五欲六成的攀緣心 而誤入我們的常住真心 其實沒有更好的選擇 大士智菩薩念佛 大士智菩薩唯一的選擇 就是都設六根經念相繼 這六個字就是念佛 原通章的修行綱要 這個原通章 它最強調的就是意念 你心中想像的是什麼東西 心中不斷地去意念這個東西 都設六根 就是等於把你過去虛妄的想像 通通都把它收設起來 我們說打得念頭時 念得法身火 就是你要跟這個阿彌陀佛感應道教 所以不只是要靜念相繼 要把我們的六根收設起來 當然靜念相繼 所以我不斷地意佛念佛 都設六根 很多人呢 他的修行重點呢 偏重在於意念佛 但是呢 他忽略了他對受佛世界的種種意念 對於熟世間沒有都設起來 很多人呢都只是在著重在於身上的部分 卻忘記破惡 所以呢 他一邊誦經一邊造惡 這裡呢 最主要是要告訴我們說 我們對於我們的六根要收設起來 再專注於意念佛的功德 這樣就可以成功了 成就三摩地 整個念佛的法門最為殊勝 最為容易成功的就是意佛念佛 印光大師說 這個都設六根其實就是用一句佛號 就可以都設 我們的妄念很多 不管妄念怎麼起來 只要一念抵妄念 反正就是阿彌陀佛一直念下去 這個都設六根呢 就是眼睛不亂看 耳朵不亂聽 你所聽到的就是你自己念佛的聲音 那怎麼念佛呢 就是印光大師所教導的三三四十句 這樣子不斷地下去的念佛 就叫做敬念相繼 本經的功德一個就是意佛 一個就是念佛 我們前面講了很多都是在講義佛 在義佛之前呢 我們首先呢 就要對於我們現在身處的 殺佛世界不正當的意念呢 都要消除 有哪三個錯誤的意念 第一個就是對於我們色身的意念 我們貪燃我們的色身 現在的科技非常發達 頭髮白了我們可以染成黑的 然後皮膚皺了可以去拉皮 牙齒沒了可以去裝假牙 那我們做早晚課的時候 我們知道這是國土為翠 然後適當苦空無印無我 所以我們應該明白說 我們這個色身呢 它其實是無常敗壞之法 所以呢 我們不可以去第一個 貪愛我們的色身 每天一早起床 就是意念說 我要如何漂漂亮亮的 莊嚴的出來 看看我的朋友 那第二個呢 就是財富 就算呢 我今生呢 我精力滿堂 這個也是過去生我們不失的一個果報 當我們已經摔殘老病的時候 這個時候是財富是帶不走的 這個時候財富是用來做什麼 看醫生開刀用的 所以我們不可以意念這個財富 這是不值得意念的 第三個就是我們的六親眷屬 我們的六親眷屬 很多人都很喜歡金玉滿堂 有孝順的兒孫 有美好的眷屬 這些眷屬呢 它讓我們意念 雖然呢我們在世間上感覺呢 以世間上來講的話 它是千般的快樂 但是我們要知道 我們將來是會分離的 五常都是會到的 當五常一到的時候 就要各走各的 那唯一的最好的辦法呢 你又要眷屬 又要不墮入三二道或是三界裡面 那你就找他一起來念佛 一起去西方极樂世界相聚 這是最好的一個辦法 所以 意佛的意思呢 就是說 都射六根禁念相繼 你要把你以前 過去偏重的意念 慢慢的收射起來 你要明白它是一個惡法 重新建立起一個新的觀念 對阿彌陀佛有一個新的意念 你才有希望 我們要整理我們自己的一個思路 我們要明白說 我們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不對的 當我們了解明白之後 開始收射我們的意念 支持名號一心不亂 就可以像元通章一樣 異佛念佛 然後將來一定現前見佛 那希望說 諸位菩薩大德 將來都可以一同去西方极樂世界見面 那今天這個經文呢 就是解釋到這裡 那接下來呢 墨雪想要跟大家一起來 討論說如何用實念法 那我現在來教導大家如何念佛好嗎 我們這裡是以阿彌陀佛為例 有的人他是念南無阿彌陀佛 其實都是可以的 因為阿彌陀佛是皈依的意思 那我們現在手上手 撐開 他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有九 有九結 對不對 是不是 不懂的趕快問隔壁喔 好 那你有沒有看過那個神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九 對不對 那你一定會問說 怎麼沒有十 那十就是握拳 這個就是十 那我們運用的方式就是 櫻光大師的 阿彌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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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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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了 所以我們念到一百是多少 就是一個握拳對不對 如果是平常念佛沒有技術的話可以嗎 也是可以 但是你沒有技術的話 你確定你是很專注的嗎 如果你是很專注的話也是可以 如果你不是很專注你也是邊做事情 然後沒有收射六根 那就不算是真的在念佛 因為佛的光明他就是要接引我們啊 那我們就是這麼不專注 所以我們是不是很對不起他 當然有的人他覺得說念佛不一定要快 但是他最主要他就是要很專注 你當你有一個壓力的時候 你就非常的專注 你就沒有辦法再想說 我們家的冰箱還有紅蘿蔔 還有剩菜 我家的兒子他不知道現在去哪裡了 我的同修他現在在做什麼 現在肚子好餓喔 不知道中午吃吃什麼 你當時你就沒有那種意念在想著 你的這些五一六成 你的信心念念就是專注在這個佛號上 這就是念佛的技巧 希望大家呢能夠將來 在自己的日常生活當中 自己做課當中 就可以運用這種方法 當然不是強迫大家 只是說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可以讓大家能夠收射六根紀念相機 好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佛教慈悲置業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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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宣揚佛陀正法培育優秀僧財 積極社會公益為職制 在諸山長老法師及各界大德的祝福下 財團法人佛教慈悲置業基金會 於2020年10月正式成立 又繼回歸佛陀本懷 透過文化出版與媒體等多元形式 將佛法傳揚於社會 並藉由慈善公益的參與 落實大乘佛教之利他精神 基金會立足於漢傳佛教 不分語系及宗派傳承 致力於南傳、北傳、藏傳佛教之間的交流與學習 其能宣揚佛法 以及推廣殊食、護身等的慈悲理念 由以引導現代人認識佛教 學習佛法為主要目標 結成敬邀各界大德 踊躍護持財團法人佛教慈悲置業基金會 歡迎您一起來推動慈悲置業的各項會晤 一同為世界燃起正法之具 照破黑暗、傳燈無盡 貴物介紹 護持弘法、培育身材、生前安養、醫療及生活救助 宣揚佛教教義與經典印制 佛教刊物影片及電子多媒體弘法 設置傳教場所、護身等之佛教同法慈善、護身相關活動 立案字號 台內明字第109-005-1120號 統一編號8751-5434 通訊地址 宜蘭縣三星鄉三星路二段22號 服務電話03-989-9319 隨喜 www.livetv.org.tw 斜線 a date 斜線 sustain.htm 佛教慈悲至夜基金會南投地區新春起見護國祈福法會 恭頌地藏菩薩本願經點燈供水限時供 招請及甘露詩時 祈願國泰民安風調雨順眾生安樂與法自信 恭請戰神法師祖法領眾 日期2月17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2點開始 地點 南投縣普里鎮天子宮 南投縣普里鎮中興路23-10號 洽詢電話 049-2315-999 049-2315-999 敬邀菩薩參與訓習 同山法義共睦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參加共修盡佩戴孔照 首基本上是一樣的,都是朝正面 基本上是入水水花,我們要做到越小越好 我觉得最最最最紧张的时刻就是叫到你的名字的时候 郭姓纯 我待会换你们号 那一刻其实你是最紧张的 深呼吸 防御就是最好的攻击 防御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 你口都在反了 最重要的就是双手举高 保持大概在耳朵旁边大概45度左右 最重要的一定要保持微笑 手大概就是这样子 一整天下来其实也蛮累的 会觉得肩膀有点紧张 手一点没力 我会在内心告诉自己说 汤包我可以 我很棒这样子 各位 生命电视台前的菩萨大德们 祝福各位 大家心春吉祥 如虎天意 虎虎生风 虎笑祥瑞 虎虎生风 各位道友吉祥 我们要跟大家讲讲什么呢? 了生死 佛弟子所达到的目的 大家的目的都是想了生死 生死怎么了?